王安你好 欢迎收看涨跌密码 我是曾伟 台北股市今天开低走高收复了半年线 中场是上涨92点 收在14542点 成交量1903亿元 键盘是如何分析现场为您邀请到两位专家 首先是大宇国基投顾的张雨铭分析师 曾伟好 投资朋友大家好 第二位是陈一群分析师 大家午安 大家好 还没想到观察 先来请张雨铭老师 好的 连续拉回三天之后 今天反弹了92点 这一波最大的涨幅是2040点 未来行情如何研判 我们先看这两股票 这是国内国泰里面 金控里面最大的一个公司 国泰金 国泰金昨天开发说会 他说明年会尽量发股利 那就表示明年发股利机会很小 尽量 可能没有 尽量 万一没有你也不要怪我 为什么国泰金会发布这样的一个新闻 因为今年亏损很多 所以可能明年就没办法发股利了 另外一个新闻有报道了 国泰金的理财跟说会尽量发股利 这边有写 未实现损利2479 没有实现的损利 挂在帐上还没 比如说股票赔还没卖掉了 未实现损利24791 多可怕 金控股都这样啊 因为他们投资性能很大 所以一不小心就赔好几千利 这很正常 所以每一次当行情下跌的时候 金融股都会有事 为什么金融股会有事 因为它会持有很多股票 持有很多比如说债券 那一旦行情下跌下来 他们都会遭殃 那很多企业可能就是倒闭了 变成银行呆账了 所以每次的下跌 金融股一定会有事 好 那你看这次目前 国泰金是 账上没有实现的损利 就2479亿 所以非常严重 好 国泰金昨天发布新闻说 做一个什么 资产重分配 那为什么要做这个资产重分配 重分分类 因为它必须要做资产重估 国泰金很多以前的大楼 比如说我们 因为它很大的一个金控 之前买了很多土地 都没有用现在价值去估 那可能几十年前买 三十年前买的 当时买可能5亿 现在搞不好涨到100亿了 所以做一个资产重分类 目的就是要把整个净值拉高 这样懂意思吗 所以这边里面有写到 好 它重新分配以后 这个净值增加2426亿 那为什么要搞这个动作 原因很简单吗 因为它要跟这个来抗衡 为什么要重新估 把它分配重新估值 因为这个账上没有实现的 损利非常地大 这对它未来的股价 是非常不利的 所以要做一个资产重分类 这个意思在这里 好 那我们看一下 一样另外一个讯息 没有实现损利 2470亿 非常严重了 那我们是怎么样分析 国泰金 股市资产分析操作 一定要有依据 用什么方式做依据 绝对不能黑白买 你看到利多就要买 你看到利空就要杀 这都不对了 那你现在看到利空 已经跌那么多了 你一定要杀 你可能也杀不下去了 所以做股票是一定要有依据 股市资产家没有依据 那是规扯的 没有依据被乱买 乱买 黑白买 黑白买 黑白买就是斑马 那如果变成一只斑马 黑白买买一通 那就不对了 所以股市里面 操作一定要 记得一定要有依据 股市资产家一定会有依据 没有依据 绝对是规扯的 赵爱明你依据什么 我依据股神系统 多空循环的道理 三线架构的变化 来研判股票 预计股票架构 多空强漏支撑压力 来研判它 预计股市操作语录 来综合来研判它 这是第600则讲的 那我们就预计这个东西 来看看目前的国泰金 怎么来分析它 今天发这么大一个利控 那怎么来分析它 我们说看国泰金 这一段已经跌了45% 天哪都快夭折了 那你看国泰金 这么大的我们国内的金控 最大金控竟然可以跌快五成 你看这是多严重的事情 那原因我刚刚已经讲了 因为它持有很多的标的 跌下来 股票也好 这个债券也要跌下来 它当然就受伤 所以那股价就跟着反应 就跌了45% 好 那我们看这段格局 原来高点 这里是三月 四月 四月初早上出现 卖出讯号叫人要跑了 反弹一小段 无力再出现卖出讯号 再跌一波 目前三线暂时翻多 有点止跌的味道 但是压力还没有完全克服 所以我们这一段时间 跌了45% 如果你有股权系统可以看 你在四月初就跑了 你不要等到今天11月 再来后悔莫及 懂意思吗 你在四月初这里就跑了 你就不会受这一段的伤害 所以在股市里面 有一个客观的操盘工具 你看多重要 就打仗一样 刘备打仗 诸葛亮留我没有在身边 刘备一次就挂了 一领之战 百万大军就被东吴消灭了 所以这个军事多重要 同样的道理 股票操作 如果有人高点告诉你赶快跑 那你就不会损失这一段 我想报国泰金的投资人 都是相对比较稳健保守的投资人 那为什么一次都赔掉45% 多严重 财产几乎夭折 你看多严重 为什么 因为高档转空 没有人告诉你 你不晓得 所以这样一波报卸 你百分之45%就不见 你一千万就赔掉 将近了五百万 那么看另外一个图 是周线的角度 我们刚刚讲过 判断股票 用一个图很简单来判断就知道 用这个原理 用日线周线的角度来研判 它就会有答案了 刚刚我们已经看完日线 现在我们来看周线 周线这一段 从684跌到362 这一段跌了47% 这一段怎么研判 为什么这一段都不会死 为什么这一段高点到就挂了 高点有什么迹象 对啊 如果有问题 什么迹象要提醒你 多重要 那如果有一个这样的人来提醒你 在你旁边当你的军师 哇那多好啊 高档道就赶快跑赶快跑 不跑没命 天啊47% 那你看如果有这样一个人 你要如何重用他 你要给他多少薪水 对啊 高档道就跟你赶快讲 赶快跑老板赶快跑 不跑没命了 哇这个人太了不起了 我们还切到股神系统 你就看到这个人 来有没有 这里就是这里 这里高点就在这里 最高点 这里附近会出现什么 看到了吗 哎呦 卖出去一套 一个 两个 三个 那你说你要不要跑 不跑就挂了 这段就47% 所以你必须有什么 我都要在股神系统 这么久了 有时候我没有股神系统 我不会做 你没有方向感 不知道怎么研判他 对啊 你看到消息也没用啊 高档不会有消息 高档只有利多 哪有利空 利多满天飞 你怎么会跑呢 对不对 所以高点的时候 你看不懂 你不小危险 完蛋了 这一段下来就是重伤 47% 所以你说一个好的操板工具 多重要 就跟你开车要导航一样 你在城市 我这个时候 我很熟悉 台北很熟 你去屏洞看看 看你认识哪一条路 这时候你就需要导航了 股市里面一样啊 你需要导航 不然你会迷航 股市里面 耳离我诈 哪一个跟你讲真心话 发利多数吗 卖股票给你 是不是 所以高点是不会有人提醒你的 那如果高点有人提醒你 太棒太棒了 这绝对是你最好的朋友 这绝对是你最有需要的人 不是这样吗 你每个月发个10万 20万给他也不为过 高点到就提醒你 赶快跑主任 不跑没命了 哎呦 真的跌下来了 你看多重要 对不对 所以股市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了 好 那我们国泰金的问题在哪里 刚刚讲过嘛 转空 那目前日线翻多 周线没有 所以这个反弹力道是有限的 那我们看国泰金的现行跟金融股很像 非常像 我想国泰很像 那你想想看 很像 真的 这两张图不是几乎一样 有没有 虽然简单 你想想看 金融股目前跌下来31%了 那如果你没有跑会买金融股 都很保守的人 那你三成的资金都不见了 你丢一千万进去 300万不见 那你看多严重 所以我们说股市里面需要很多东西来帮助你 不要TK 不要铁齿 好 如果你有这样的选股功力 你有这样的超盘功力 你可以避开很多风险 那你看你的人生会多美好 先不要谈获利 很多人进来都要看获利 你先看你没有避开风险 你不避开风险 谈什么获利 你钱都赔光还谈什么获利 不是吗 所以你必须有这样的功力 你的股市人生才会变得美好 有没有道理 来 劳动基金 薪制劳退 头这边有大亏损 亏了多少 劳动基金 亏了不多了 5124亿 薪制劳退 可以亏了多少 33091 天啊 怎么会亏那么多钱 这都是我们的钱 那怎么亏这么多钱 很夸张 跟你讲股票有关系 叫台积电 因为台积电从688跌到374 所以这一段下来 跌掉46% 所以我们的国内很多基金 持有大量的台积电 那当然就挂了 当然就赔死了 你看这一段 你看赔那么多 对 几乎快腰斩了 那你想想看你的资金 当然就快赔掉了 所以很多这个 劳动基金也好 劳退基金也好 什么基金都一样 都一定要赔了一屁股 原因就在这里 所以我们就必须讲 这两个股票 来台积电 台积电 3奈米加要负美 这是张忠谋 这个回来讲的 参加APEC之后 回来跟大家 开记者会说的 他说台积电 3奈米要负美 5奈米负美 早就已经适时了 昨年讲说 3奈米 即5奈米之后 也要负美 这个到底是利多还利空 你就必须有能力 来研判它了 到底是利多还利空 利空就要小心 5奈米去了 现在3奈米也要去了 是不是这样 1奈米也要去了 那这好不好 所以我们必须有能力 来研判它 台积电不是说 它资本支出要下修两成吗 那为什么资本支出下修 因为看不好经济 你不要丢100亿 不要丢80就好了 为什么 未来经济没有那么好 前景不乐观 所以把资本支出下修了 那你才刚刚下修资本支出 又要去5奈米设完 又要设3奈米 这个好像怪怪的 你会不会觉得这个新闻 好像两个是冲突的 你不看 为了他丢那么多钱去美国设厂 半导体产能力用力 明年负成长 对啊 那你去美国设厂要干嘛 而且设了5奈米 又要设3奈米 对不对 那你就想想看 台积电去美国设厂 设了5奈米 又要设3奈米 3奈米是昨天张忠谋证实的 那你想想这两个原因 为什么去设 一 受美方的压力 第二个 他自研去的 你觉得是哪一个 我觉得当然是 当然不可能是第二个 这还用说吗 那是可能自研去 不可能嘛 那去美国设厂会有什么问题 你这样你就可以解读 他到底是利多还利空呢 这对台积电影响是好还是不好 这样懂意思吗 好 他不可能是自研去的 为什么 因为去美国设厂会有什么问题 有啊 这边有写啊 日本美国劳工的问题 都这边 在国外 谁跟你加班啊 美国人会跟你加班吗 我一个同事的儿子 在台积电南科厂 他说晚上夜班 晚上下午5点上班 上到凌晨一点 那凌晨一点 那应该一点半 两点就回到家了嘛 没有 到天亮才回来 爸爸就问他 儿子啊 那你不是凌晨一点吗 就下班 你怎么到现在才回来 没有爸爸 那个机器坏了 我还没修好 我怎么下班 那是我们台湾人很怪啊 你碰到美国人 谁理你啊 我下班就到了 我就走了 铃声一响我就走了 谁理你啊 所以我们台湾的 这个台积电去美国设厂 你觉得他们的劳工问题 跟我们的劳工问题 会一样吗 你就算要加班会 他都不一定要给你加班 所以你说去台积电 到美国设厂 那不是用台湾的管理方式 美国人不吃你这一套的 所以后面会产生很多的问题 一定的嘛 国情不同嘛 所以想看有没有这些问题 当然有啊 所以他去美国设厂 真的有那么简单吗 你怎么去处理这些劳工的问题 你搞不好本来会赚钱 都被没办法赚了 那不愿意加班啊 你给他加班费他也不要啊 美国人 我们看很多电影都是啊 下班一定影响 所有人都跑光了 谁要给你加班 他们是很重视休闲 不像我们台湾人 不大一样 所以这种问题会发生 那以前这个去美国设厂 产生的问题 就会很多了 尤其劳工问题 那就会增加很多的支出 你的支出越多 就会影响到你的获利 你支出多获利就下降了 甚至会打平 甚至会亏损 所以这些问题是 我的看法不是利多了 那你看半导体的利空这么多 这都最近发布的 还没错啊 这都是最近跟台阶有关的利空 不是吗 这么多利空 他要去台积电设厂 要去美国设厂 你觉得他资源去的吗 我不觉得他资源去的 我的猜想啊 我的研判啊 当然是来自于美方的压力 那这好还不好 做生意是 唯利是图的 那你去那边干嘛 你去那边 没办法啊 美国人叫你去 你都不去 你不去 爱是什么 不要卖机台给台积电了 台积电也唱嘛 所以同意是吗 所以我不觉得这是利多 这是我的研判 好不好 那我们看台阶这一波跌下来 688 跌到370 跌完之后 反弹目前到490 跌 算300好了 688到370 318 算300就好了 那这反弹呢 反弹120 跌300 反弹120 这上面这条线 上面都在套楼 这些都是套楼量 这样也很好吗 你看很多人在讲台阶 讲的煤灰射舞 好像真的一样了 第一个 他有没有避开这段下跌 没有还套在上面 他讲什么 拉回修正300 反弹120 这样有什么好高兴的 你做输了赔300块 输给谁了 输给赢家 你现在300块输到赢家手里了 我把它收进来 现在反弹120 好啊 我收300啊 对啊 你现在跌300 你钱被人家赚走了 300块你被赚走了 涨120 好啊 这120还给你 你交300给我 给你120 你很高兴吗 很高兴你赶快找我啊 你给我300 我给你120啊 不是吗 现在台阶间不是这样吗 跌了300 算应该318 算300 好 跌了300 反弹到 370到400 反弹120 跌300反弹120 要高兴什么 多少还没有解套 不是600块以下 是老天爷礼物吗 600块以下 600块以上 买人有多少 笑死人 所以你看 这样你买台阶间有赚钱吗 我相信市场 大部分都还没有赚钱 不是吗 台阶间的问题 我之前讲过了 它什么格局 我讲过就不多说了 好 ABF景硕 今天发力多 2023年 成长没有余虑 好啊 很好 那请问景硕的格局呢 我的天啊 跌66%了 跌完之后反弹一点点 这样有很好吗 投资面对啊 这段跌了660 跌66%了 反弹呢 这么一点点 你觉得这样有很好吗 那如果这么好 对啊 如果这么好 那你股价怎么会这样呢 对啊 你解释一下 你为什么这段跌66% 它能跟你解释吗 对啊 你这么好 那为什么股价跌66% 你敢开水 你解释给我听 没办法解释 你看这些东西是没有用 你只会赔到想哭 懂意思吗 好 赞米什么时候讲 ABF转落的 22S6 快9个月前 现在已经11月了 快9个月 11月下旬了 有没有 赞米在216就跟你讲了 9个多月前跟你讲 ABF转落了 那如果你有听我的话 那这段你就避开了 不是吗 这样懂意思吗 好 我们来看股权系统的格局 好 那我们一样 用这个方法来研判 赞米股市里 这个人什么病都有 你看高血压心脏病 糖尿病尿酸过高 这个血管阻塞还有痔疮 天哪 这么很多毛病 这个人身体很健康吗 怎么看身体健康 我就看就是一大堆毛病 翻长一点点 很好 日线反而 压力没有克服 不会那么容易就克服 日线翻多了 周线呢 好不好 区域线管理太大了 不可能马上就翻多 高点有人跟你提醒挂掉 赶快跑 那不就很简单了吗 这样是不是很简单很明了 就用刚讲 这一路六百折 处理就可以了 所以你看完之后 你心里有底了 短线是做一个反弹 可是上档压力还非常沉重 反弹之后 它会再往下修正 台积电也类似的 这样懂意思吗 我想让你听懂 好不好 好 新的概念股 三能概念股 点火走强 这个三能就所谓的 这个节能 除能 这个跟创能 三能概念股 当然就里面讲到很多股票 那我们常常在报纸里面 会看到这种题材 报纸发布出来 然后就一大堆股票 对啊 问题你要怎么挑 这么多股票 所以会用到什么 选股了 如果你不会选股 空谈 选股是最重要 不会换技就是不会游泳 不会选股就是不会做股票 所以你一定要会选股 那怎么选 这么多股票 对啊 三能很强 那怎么选这股票呢 葛珮明示范给你看 选股其实很简单 很多人都不会 你也没看过任何一个人 在台湾上示范过 因为他没办法示范嘛 那我们这股票怎么挑 来很简单 举例来 台波 这波节能最强的就是台波嘛 为什么 三弦翻多啊 看懂吗 没错嘛 这波是很稳健的走上来的 好 我们看第二档 元金呢 这不对啊 这早就不对了 不是吗 你买这一段一定会受伤的嘛 格局不对了嘛 好不好 就像台波走到这里 当有一天台波出现 卖出去赶快跑 不跑吹门家要跌了 好 接下来中兴店 这个格局也不对啊 空头了嘛 转空了嘛 好 强帽呢 这个也不强 反弹上也翻多 可是第一线又跌破了 不强 第二线也在临走 所以这种股票 就不用追了 好 接下来台半 这个不对 这压力太沉重了啦 懂意思吗 第一线跌破 第二线在临走 这个压力太沉重 这不行了 好 上尾头呢 这段跌三九了 目前盘整 拉一根红帮上来 什么格局 哦 原来这边这么多魔鬼 你就看不到 对不对 有没有看到 哎呦 夭壮 这么多魔鬼 所以你不跑 很简单 他就跌给你看 就这样一百分四十就不见了 这样懂意思吗 所以是很简单 哦 原来如此 那现在翻多了 那你就要看看周线 来 这一段反弹上来 这周线 反弹上来到这里 为什么会掉下来 这里就是刚这里 就是这里 有没有 就这里 这里就是这里 因为你看不懂 看不懂掉下来 你就要准备赔四成 懂意思吗 所以我们这里 在周线来就是这里 那这里有什么问题 哎呦 空头反弹 曲线根本没有翻多 再往下修正一波 这样懂意思吗 所以这种股票一样 看完之后 这个所谓的三能概念股 就一档台坡 如果我会买 过去会买 那我只会买台坡 其他我不会买 你买也没有 你赚不到什么钱 就这么简单 好不好 所以我们都很简单 那目前大盘的格局 你看跟这个 当时这一段一样 拉上来 反弹上来 大盘也反弹上来 对不对 好 大盘反弹上来 这里呢 关键这么大 所以你就知道说 大盘还会再做一次 拉回修正 甚至第二次拉回修正 所以我们在操作上 你一定要非常谨慎 非常小心 那如果你没有这个观念 全部都给亚安区 要买一通 乱买一通 你也赚不到钱 股市就是这个样子而已 天天有机会 但是你要有本事 有本事 你就赚不到 没本事 对不起 你赚了又吐回去 好 所以很重要 要有正确的操盘工具 要有正确的操作观念 因为这两个做技术 你的判断会正确 最后你才能够赚到钱 懂意思吗 这所谓赚钱铁三角 好不好 有观念不懂的 你可以把张晏明的书 待会去看 详细内容 可以跟夫人询问 能用汗水解决的 不要用泪水 如果有一天 流泪了 泪水满面了 已经后悔已晚 那就来不及了 能用汗水解决问题 不要用泪水 能用小钱解决问题 不要赔大钱 好不好 这世界从来不欠机遇 缺乏是把握的人 有没有道理 小小鼠A2500 69999 可以搜寻加入 有问题发生 记得留下电话 把时间交给 曾伟 更多的操作策略建议 赶快回来继续 请教张老师 东森粉丝那一手机 扫描QR Code 扫描免费加入我们的Lite 说你是东森粉丝 并且留下姓名跟电话 有任何持股的问题 就一边留下来 张晏明会尽速回答你 记得来扫描QR Code 用Lite加好朋友 扫描就可以 扫描免费加入 这是免费的 除了你要跟着我们动作 加入Lite是免费 说你是东森粉丝 并且留下姓名跟电话就可以 有任何问题留下来 好的 世界先进怎么看 我们看世界先进 这一段 天哪 跌六七八 所以如果带你买这一段的人 跟你说哪里会反弹 你不要听他鬼扯 那如果你知道哪里会反弹 为什么这一段不避开呢 不是吗 到底什么格局 很简单 用张晏明股市流 600折就可以判断他了 来 这段空头格局 赶快跌下来 现在三线翻多了嘛 那你要看看周线 对不对 好 周线跌下来反弹 两周周线 还是空头关力很大 所以那是个空头反弹而已 就这么简单 高档要不要避开 你不避开就完蛋了 这一段六七八 你就挂了 所以在股神系统里面 是非常清楚 非常简单的 好 闪路问说 如果找到排名上最强的股票 这是没有人可以回答你的 张晏明来回答你 怎么涨到最强 用什么方法 股市人家操作有依据吗 依据什么 来 看一下 最近最强的 当然就是胜瑞 上礼拜四 涨停板 对不对 礼拜五 右供涨停板 礼拜一 右供涨停板 一开盘就涨停 所以连续三天供三根涨停板 你告诉我他不最强 谁最强 对啊 谁卖的 张晏明买的 张晏明你怎么找到这种股票了 你看一下 好 礼拜四 天哪 才几档涨停板 七档而已 2000档股票才七档 2000档你选到一档 七档你选到一档 不容易 不容易 很困难 好 礼拜五呢 更难 六档而已 对 六档你能够找到最强 不容易 声率还在里面 好 昨天礼拜一 早盘只有一档 只有三档股票涨停 声率还在里面 所以如果你有这样选股技巧 你当然就是股市最厉害的 不是吗 那如果你有这样选股技巧 你还担心 你输掉钱赢不回来吗 有没有道理 来 声率 为什么买 这边有写 37.2 在这里 37.2买 普通货也买了 来 到46.2 这昨天 来 到今天 47 这样26%了 再看一次 37.2 37.3买的 没错 这37.25 37.3买的 到今天 47 我出门 28分3 47 我们看 计算一下 来 今天47 减37.2 点3 再次 47减37.3 买进3.3 来 更正一下 47减37.3 等于 除以 37.3 来 你告诉我 这样几% 是不是26%了 都没有 已经26%了 没错 那如果明天我跟你说 我这两个不要赚30% 差4%就有 你却有很了不起吗 那我们很困难 怎么选出来 如果你有本事选出来 他说没有 你就可以反败为胜 就这么简单 好不好 不困难 所以我们说一次 你可能100万 赔了 没关系剩50 没关系 50就50 50一次选到赚三成 哎哟 65 第二次再选到赚三成 85 差不多啊 快100 快回来了 两次就可以了 两次就差不多快回来了 对啊 100万赔到剩50 50赚一次三成 65 再赚一次三成 就85了 快回来了 你觉得很困难吗 方法把它找对就有机会 怎么选 六星选股 标都在里面 会标一定在里面 好不好 这是这样从来不些机会 却有什么 把握机会的人 有没有道理 能够用汗水解决问题 不要用泪水 能够用小钱解决问题 不要花大钱 懂意思吗 小老鼠A 2500 6999 这是我赖的例 你可以搜寻加入 有问题发上来 我们可以做一个好朋友 记得要搜寻 要加入 你不要有一天 再东升找播 再来获为莫及 小老鼠A 2500 6999 记得扫描 加入好不好 留下电话就可以 小兵的分析也提醒观众朋友 本公司案所推介分析的 各别有家证券 没有不当的财务利益关系 东升粉丝那一手机 扫描QR Code 扫描免费加入我们的Lite 说你是东升的粉丝 并且留下姓名跟电话 有任何持股的问题 就一并留下来 张一铭会尽数回答你 记得来扫描QR Code 用Lite加好朋友 扫描就可以 扫描免费加入 这是免费的 除了你要跟着我们动作 加入Lite是免费 说你是东升的粉丝 留下姓名跟电话就可以 有任何问题留下来 张一铭会尽数回答你